冰箱里边找出两块牛排 咱们简单吃一个黄焖牛排 牛排太长了 决定咱简单锯一下 清洗干净以后 牛排用清水泡上两个小时 咱们先切点葱姜 然后姜给切成小片 准备个洋葱 咱们把洋葱切成小片 接下来咱们把泡好的牛肉 这牛肉有点肥 这牛肉多少有点肥 简单分割一下 牛排骨下到锅中 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来上一点点热去 浮沫必须打干净 咱们把浮沫撇得差不多 然后把牛肉给它捞出 接下来咱们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油温两三趋热 咱们把切好的葱姜下到锅中 然后来点这个银口黄豆酱 再来上一勺皮线豆瓣酱 再来上一勺皮线豆瓣酱 豆瓣给它煸炒 烹点生抽 放手回来点水 炒好水煮牛排下到锅中 然后把炒好的底料下到锅中 这是煮肉的原汤 然后来点强势老方 八角桂皮香叶白纸头骨肉扣 锅里头没有白纸 老抽来上一勺勺 稍微来点盐 盖盖盖盖小火炖上两个小时 肥肉是相当软糯了 哈喽哈喽大家好 我现在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咱们来块小肉 嗯 说一说啊 炖的不是特别辣 哦 哦 了 哦 华 再上一小片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清楚 一半肥镖一半瘦肉 相当的耐心 知水四一 这一根肋骨不短 大概有这么个 跟我的小臂差不多 但没差多少 昨天吃的有点素了 今天咱们纯肉举 再来上一根 给大家来一个 私扯的特喜 来上一点点 你们别说啊 这边肉没怎么炖辣火 我跟你说 铁骨的这块 是最香的 我喝了 就像一块儿 我喝了 然后我喝了 我喝了 最后 很甜 很甜 真的 太甜 很甜 一点 这 这么个 这么 多 很甜 酸 太甜 游 CMS 很酷 嗯 冰箱里边有点昨天的西红炒鸡蛋 没怎么炒好 卖相很一般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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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口咔嚓了 一口咔嚓了 我會喜歡這道菜 那就是它快點